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人生而平等的一些学术观点 上一次的第二集播出之后 有个朋友说有三个不可思议 第一个不可思议了 1979年的10月1号是中共建政的30周年的日子 怎么可能让你们一些民间人士在北京举行了一次 新兴美长的游行 而且全胜而归 发还了被他们公安局扣押的那些艺术品 还在画坊斋和后来的美术馆三次进行展出 除了没有让东城分局做公开的检讨之外 这个基本上是全身而退 除了我徐文立后来被判刑坐牢之外 其他人没有因此而被秋后算账 但是呢这确实是事实 可以查一查1979年10月1号 发生的新兴美长的一个事情 已经有大量的报道 这件事情的话呢 也确实今天想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第二件事情的话呢 就是紧接着又把一个异议人士的被审判的全部的记录都公罪于众 也认为不大可能 或者是不可思议 但这也是事实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这样子的历史上的记载 这可以说是中共建政之后 作为一个政治犯被审判的记录第一次被公布 第三个不可思议的话 就是我的三本这个狱中书能够在海外发表 特别是我的第一本狱中的手记 几乎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一个在押的政治犯居然在监狱当中写好了狱中手记 还到了美国去发表 但是这也是事实 不可思议的话 用我的现在的想法和解释的话 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 谋似在人 臣似在天 或者作为一个基督徒 认为的话这是上帝的恩典 当然这样解释和这样说 有些朋友不见得因为他不是基督徒 不认为可能就是这样 我自己在理论探讨和研究 以至于平常的政治生活当中 我都认为各自都可以保持自己不同的看法和意见 这也只是我的一家之间 我作为一个基督徒 认为这是神的恩典 这个事情让我想起我另外的一个观点 就是我认为正确的理论来自于良知 来自于正确的认知 当然很多朋友可能不见得同意我的这个看法 认为理论有的时候不见得就是良知 或者是正确的认知 但是我自己认为正确的理论是来自于良知 我这样的话就想说起我初中的一个往事 我初中的时候是在东北长春上的初中 当时我在长春上的是东北士大夫中 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懂得应该努力学习 但是平时的时候我最喜欢从事一项运动 就是打篮球 也就是吃完中午饭 大概休息一会儿 我就自己的话 拿一个篮球在一个篮球框前去不断的投篮球 这个玩篮球 是我最感兴趣的一件事情 那个时候就很有意思 就有那么一个同学 他的这个腿有一点残障 而且组个拐 他看我一个人玩的话 他也凑来跟我一起玩 开始的时候就在旁边看 后来的我说你也一起来 他主着拐就跟我一起玩这个篮球 而且的话呢 我在初中三年 玩篮球的三年 他就跟我玩了三年 玩篮球的过程当中 我当然称呼他的名字 而不像有一些同学当时是称他一个很不好听的一个名字 叫他宋 因为他姓宋 叫他宋某某 可是我就张不开嘴能够说这个话 后来我自己反思这件事情 我为什么张不开嘴 我觉得 是我不忍 是我内心当中是把他看作朋友 我不忍这样叫他 我这样叫他的话 我就会想到 如果我自己身上也有残障 人家也那样叫我 我会有怎么样的感觉 这就是孔孟之道当中说的 己所不予无事于人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良知 后来的话在八九十年代 这个对不起 这年代我记得不是很准确了 我看到过台湾的一则新闻 台湾的话呢 选出了十大模仿青年 其中的话呢 有两个例子 至今我的印象很深 但是第一个例子 他是常战到什么程度 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 因为年代已经很久远 我只知道他残障的很严重 但是呢他就靠刮耳朵 这个给人家掏耳朵来求生 不但求生了 而且的话呢 娶了太太 生了孩子 一个家庭的话 生活得非常美满 被当时的中华民国 评为十大的模范青年 还有一位的话呢 是年幼的时候就瘫痪 四肢的话瘫痪 瘫痪到以至到他的手和腿都很瘦小 完全不能够做任何事情 能够做事情的话就是他将嘴可以叼一个东西 吃饭可以 能够用嘴叼东西 用牙叼东西 他的父母的话就很心疼 很爱这个孩子 但是他们要去上班 于是书的话就给他买了一个小收音机 每天就让这个收音机做他的朋友做他的伴 可是一次不小心 我也不记得是摔了还是因为什么原因 这个收音机就没有了响声 那他当然感觉到一下子突然失去了这样子的一个作伴的朋友 就非常的焦急 后来他居然自己就叼了一个小的这个改锥 就居然把这个收音机给打开了 而且还修好了 后来他就觉得 我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我一无所能 他后来就靠着这个用嘴叼着这个工具 来修理一切 他可能接触到开修理的东西 最后以至于所有的这些街坊邻居 有了收音机出了问题 都由他来去修理 他在十大青年技术比赛的时候 是从零件开始组装 然后的话组成一个这个收音机 这个收音机的这个他组装的在同类的比较当中 他得了第一名 因此得了模范中华民国当时模范青年之一 透过这则新闻 我得到一个什么感悟 我说一个社会对这样子的残战人 对这样弱势的人都给予他平等的机会 让他能够生存下去 而且活得很好 那么证明这个社会是一个文明的社会 相反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对残战人的态度和做法 当然1978年之后 因为邓小平的儿子邓普方 也因为是高位劫贪 所以的话呢 这个残战人的状况有所改变 但是根据台湾和西方国家的对残战人的态度和做法 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因为他还依然是一个特权专制的一个社会 这个所以大家知道有什么康华弊案 另外我自己1993年被假释出去以后可以看到 我院当中的话有一个残战的孩子 始终他从小的话就是用板凳的帮助他走路 到了93年的时候他依然还是板凳 而邓普方可能就不是了 是一个非常高档的这个电动的轮椅 还有高档的这个汽车 能够由他享受 我附近的话有一个残战人的游泳池 后来我据我知道的话 那个游泳池并不是所有的残战人都可以享受 而是一些所谓的高层次的一些残战人士 或者他们的家属和他们的工作人员 根本不是残战的人去享受 这是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呢我认为对于一个最弱势的群体的一些人的尊重 和正体现了人类社会 讲究人生而平等的这个理想 在台湾或者在其他的西方国家得以实现 所以这一点的话很说明问题 就是如果对于最弱势的群体 都给他们平等的机会尊严 和机会让他们也能够像一个正常人一样 有尊严的活下去 这才是真正体现了人生而平等 所以我个人通过这样的一些体悟 认为一个国家最首要要做的事情 就是人生而平等 对于弱势群体的尊重 和对他们的平等对待 在这个世界的人类的这个历史上 讲到关于人生而平等的这个理论 有很多 我这的话借此机会的话 把李源道先生为我这本书的增定版 写的一个序的一些内容的话 读给大家听 这样的话可能比较完整的了解了人类社会 关于人生而平等的理论的来源和发展过程 这个李源道先生说 第一个支柱是人生而平等 要解释人生而平等这个真理 不能不回顾天赋人权这个基本的真理 天赋人权源自于拉丁文的自然权利 中国早期的议成了天赋人权 后一支沿用 这种观念也是近代自然法学派 自然法学派的一个重要概念 一指人具有天生的生存自由 追求幸福和财产的权利 天赋人权的观念也是近代 欧美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 17世纪英国的著名自由主义的思想家 洛克 洛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家 在整个的不但是人权 还有其他的一些理论上 英国的洛克先生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家 他的启蒙 他启蒙了该学说 在他的思想里 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 所以人类在自然状态中 就有所谓的自然法 与每人都具有的自然权利 他人不可加以侵犯和剥夺 为要保障此种自然权利的起见 于是国家和政府随应运而产生 罗德不是让该学派 学说走向辉煌的人物 关键人物却是法国人卢梭 当然现在的研究 特别是中国的一些学者也演 注意到了卢梭的某种局限性 这个我们就不在这儿更多的去阐述 只是把李渊道先生 他进一步的说法的话 读给大家听 在欧洲十八世纪初的启蒙时代 法国思想家及哲学家卢梭 其著的论文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 以及社会契约论 其中最所涉及的人民民主思想 以及道德的政 政治哲学 吹起了法国大革命的号角 在社会契约论中 有很多关于人生而平等的论述 如大家生来都是自由的平等的 只有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才肯让渡一部分的自由 放弃一个人的自由 无意放弃做人的资格 而最著名的就是偏手的一句话 人是生而自由的 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而他和这种思想极大的发展了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基本的信念 天赋人权 即使被称为理性主义之父的 笛卡尔也在其方法论的开篇就断言 良知也好 理性也好 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天赋的 平等的 卢梭这句话 人是生而自由 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看似是矛盾的 因为自由与枷锁是两种相对立的概念 这两者的关系如何以及存在的矛盾 卢梭却没给出进一步的解释 这种困惑恰恰反映了真理与现实的悖论的性质 一方面 人皆自由平等是天赋的人权 是具有抽象性的真理 但这种抽象性质的真理却在现实中被枷锁 卢梭没有回避他的困惑 也没有给出忠告 直到后来一位德国的大哲学家康德 他对卢梭思想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接受的方向 康德继承了卢梭森尔平等的真理的观察 为了解决卢梭所提出的人类枷锁的问题 后人将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的名言 刻在他的目的名上 有两件事越思考越觉得震撼与敬畏 那便是我头上的心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准则 而这种崇高的道德法则 则是称为上帝的绝对命令 正是因为本质上的人人平等 所以在以中极的价值自由追求的意义上 也同样人人平等 所以他提出了人的实践理性的三个公设 上帝存在 灵魂不灭 意志自由 当然康德的上帝观 不同于传统的基督神学的上帝观 他的上帝观念是在实践意图上构建起来的 他是像人而在的上帝 是道德的概念是绝对道德信仰的体现 这里不能不提到马克思及其追随者 对天赋人权的观念的认识 马克思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 一方面认为天赋人权是积极的 肯定卢梭及其康德的发现 及真理的抽象的坚存性 但又矛盾的把真理当作社会的特有产物 从基本上颠覆了真理与现实的关系 反对真理的先存与超然的性质 这一点非常重要 大家要知道 这个真理的先存性和超然性质 不是那种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所可以理解 并认为真理不过是现实的总结 是受经济阶级制约的 这也是后来许多共产主义者所推崇的 实践式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荒荡理论的重要依据 人生而平等 真理起源于绝对真理的存在 这样的思想比较让人难以理解 如同基督教的上帝是绝对难以理解一样 然而就在这无法理解又常识理解的过程当中 却极大的激发了西方哲学与思想文化的提升 推动了西方文明的发展 当然讨论人生而平等 不可回避基督教信仰的内容 基督教认为人是神的造物主上帝创造 神按照自己的样式造人 因此人是神圣的 神造人的目的是叫人荣耀神 神造人的同时也赋予了人管理万物的职责 再则 由于每个人都是神创造的 所以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 因此演绎出了人权的基本观念 人是应当受到尊重的 是不可侮辱的 人是神创造的 故有生存自由 追求幸福等基本权利 为了荣耀上帝和管理万物 人有寻求发展 接受教育 选择管理者及政府的权利 人的权利是神受天赋的 生来具有 而不是另外某个人所赋予的 在神的面前 每个人的人权都是平等 我虽不是神学大家 这就是李源道先生自己讲 却十分欣赏基督教关于人类尊严和尊荣的论述 这也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价值之一 人权的普遍意义 道理不言自明 人都是造物主创造的 所以任何人不论辐色 性别 国籍 对生命 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方向 都是一致的 在社会生活的层面 人人平等的真理 表现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每个人的尊严以个人的权利应该得到维护和尊重 无论是文化上的 比如教育学 言论自由 持不同政见 思想体现等 社会不但应该包容 而且应该积极地培养 负责任的社会道德的习惯来加以回应 确保 个人的人权不被任何的借口掩盖或者牺牲掉 法国18世纪的思想家福尔泰 一句明言 我不赞成你的观点 但我会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 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 人平等权应该被尊重 你不可以认为对方的话 你不认可对方的话 但你必须学会尊重和容忍别人与你不同 这是建立正常社会最重要的基石 这个我曾经讲过 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最要义就是 尊重自己的同时尊重别人 只有人人受到了尊重的情况之下 才能真正的有自由民主 宪政的这样子的一个政治体制 当人们把它看作是面包水 空气一样那么需要的时候 成为了一种日常的常态的时候 这个社会才可能是一个自由民主 人权保障人权和宪政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 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被人们称为最早的人权宣言的 是美国的独立宣言 和后来的这个1776年的独立宣言 和1787年的这个美国宪法 但是正式称为人权宣言的是法国的人权宣言 它产生在1789年 但1948年的时候 才有了世界的人权宣言 这个成为跨时代的里程碑的 把人类社会进入到一个 一个人人尊重人权的这样一个社会 甚至逼迫像专制的中国大陆的这样社会 也不得不把人权这样子的一些内容 写入了现场 刚才您谈到了一些西方先者 对于这个能生而平等的一些经典论述 您谈到了康德 当然我们还可以往前面延续 可以延续到古希腊 延续到很长的历史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还有一种观点 就是人实际上是生而不平等 您可以看到有些人生而 就像您刚才举的例子 他是个产纪人 那他会认为我们哪有平等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还有家庭的问题 有些人他是含着 我们叫金汤嫂出生的 他的家庭非常富裕 而有的家庭非常贫穷 还有国家的问题 也有的中国人说 那我为什么不生活在美国 我非要出生在中国等等 您又如何看待人生而 不平等 人生而不平等的这个问题 应该说是普遍存在 正是因为它存在 所以我们来强调人生而平等 像一个人生而平等的 这样一个目标去前进 去努力 确实人的出生背景 他的国家 以至于他身体的状况 是影响到了一些人 从心灵上觉得 我为什么生来是这样 当你有了正确的信仰 比如说我们基督徒 圣经刚中说 因为他们从罪小到至大 都必认识我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这是耶和华说的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而得救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神同行 你可以看到 你只要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而且信仰基督 你就可以与神同行 这是何等自由和平等的事情 所以在主的恩典里 大家都是平等的弟兄和姊妹 所以这个里头 既是有一个信仰的问题 也有一个 就是我们在实践生活当中 怎样把这样子的一种 这种生活状态成为常态 学历先生 刚才您通过基督教的经典 通过圣经神的话语 谈到了这么 解释了这么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把目光放在我们现实社会 因为我们最终的理论 还是要指导我们的现实 在我们文革中 五十年代文革中 就出现了娱乐客 这个您应该有深刻的印象 因为血统论 它最终是被中共是枪毙了 现在也出现一个事 就是在我们的中学的这个语文课本中 一直就有一个叫死记中的陈世世家 其中最有名就是陈世武广的故事 就是王侯将相 您有总乎 但是很不幸这篇文章 现在也被 也各种理由吧 也被删除了 您如何看待 协同论和陈世世家 我先讲最后一个 就是为什么把陈世世家的这个文章和这个内容删掉 因为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之后 共产党把它建设成了一个特权专制社会 他们为了维护他们这个特权专制社会 他们当然不喜欢说的 将相另有种乎 每个人生而平等 这样子的思想 所以他们正是 嘴上说拥护人生而平等的这种人权观念写到宪法上 在实践上 他们是骨子里是反 人生而平等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这就是他们的政治需要 所以做出了这样子的举动 而于卢克先生 最难得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在那样子的一个 这个 所谓的 学统论非常嚣张的时候 他说出 我们也应该受到尊重 虽然我们自己的家庭出身 在他们中国共产党看来有问题 但是我们应该享有 跟大家一样的受教育的权利 受尊重的权利 所以 在这样子的一个学统论盛行 这个 这一个红色的风暴当中 在共产党领导之下都是一个特权 官僚社会 这种社会是不允许人生而平等的 是不允许 这个 争取人人 有平等权利 和将相另有种乎的这样子的思想 这是他们这种特权社会 必然的结果 宣律先生 刚才您谈到了 玉洛克先生 也谈到了陈塑世家 所以我们说这个道理 说能生而平等似乎很简单 但是我们这个是付出了血的代价 其实人类社会为了争取平等 可不容易 我们说一直到 美国的平权运动 那时候还在为黑人的权利 取得一个平等权 还在激烈的通过最高法院最终能够实现 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道路 那么我向您提的最后一个问题是 您如何看待当今中国红二代和赵家人现象 赵家人这个说法的话很有点意思 有的人是说从鲁迅的著作当中来 但是自从张学良先生的私人驾驶员 曝光了他一些秘密的成党的一些材料可以看出 这个赵家人的来源是来自于当时 已经可能就是共产党的张学良和共产党勾结在一起 要把整个的西这个大西北地区 隔聚出去 他们互相之间联络的时候 把共产党的这所有的这些官员 前面都加一个赵 这个比如说毛泽东叫赵什么 朱德叫赵什么 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叫赵什么 这个赵家人就是大概是从这儿来的 现在大家也认可这种提法 而赵家人 他们嘴上似乎最讲平等 最讲民主和自由 但是实际上他们从延安开始 一直到他们建政直到现在 都是一个专制特权的一个社会 等级极为生命 人们过去认为好像毛泽东时代很平均 但是历史学家已经研究 共产党在他们的行政级别的这个差别来说 比任何一个国家的行政差别都很大 这个比如说他们的党的主席 和一般的工作人员之间的那个收入的差距 比任何一个他们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的 这个差距都大 这是他们的本性所决定的 他们赵家人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红二代他们是用血统论的继承者 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天经地义的 可以继承他们的红色江山 这个中国的命运是操控在他们手里头 现在为代表的人物就是习近平 虽然习近平现在对红二代的那些伙伴们 也不怎么亲热 甚至有些排斥 那是因为他个人权利的问题 可是整个的红二代 这种思想 这种存在 就是一种特权思想 就是血统论的继续 观众朋友们 徐文林先生指出 能生而平等是一个伟大的常识 能耐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能生而平等是指 人格平等 机会平等和权力平等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 就是一个严重不平等的社会 少数红二代和赵家人 掌握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命脉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徐文林先生 感谢您的收看